歡迎收看食神輪BOKSING 我們隔了一星期 因為放假沒有開過飯盒 之後假期 我們又試了另一個 挺有名的四季常餐 它的賣點是 長期都可以吃常餐 和長期都可以吃早餐的套餐 這次就外賣了回來 看看這個飯盒又如何 這次就買了他們的招牌菜 叉燒炒蛋 再配上秘製的豉油汁 我在店鋪也吃過一次 這次看看飯盒又做成如何 份量好像少了些 而且它的叉燒 現在就這樣看 好像只有四個做過 而且蛋看起來都OK 不過好像沒有在店鋪那樣好 因為是滑蛋 所以這個當然有些蛋汁 那我們再試試 配什麼酒 如果是叉燒炒蛋 那是什麼酒 這次我選了一瓶Caternay 這瓶Caternay就是Panfos 他們的邊衣 可能大家都對Panfos 都很熟 經常聽過 這個奔婦 但白酒來說 其實沒有紅酒 是那麼流行的 就是平常我們喝Panfos 可能有Grange 就是最Fragship的 或是喝其他不同的紅酒 那這次呢 就試一瓶白酒 這個就比較特別了 而且是一瓶Caternay來的 2016年 那我先試一下 它做成怎樣 有一點點Oki的味道 很清新 很Citrus 好像檸檬 也很好的果香 花香 喝下去 又不太覺得它很Heavy 而且是一個Acidity 非常之好 很Apparity 令到你很想吃東西 這瓶酒呢 蠻好的 好了 我們先試一下這個叉蛋飯 最重要的是 要加它這個秘製的豉油汁 加一些蛋 然後再加一些飯 好了 試一下好不好 那我又覺得 好像在店鋪吃 現場吃 似乎是好一點 變成飯盒 我覺得好像沒有那麼滑 其實差一點 就是呢 平時我都有試過去店鋪吃 那麼 蛋滑一點 就沒有那麼粗 還有叉燒好像也多一點 和大夠一點 配合都可以 其實 可能因為加了醬油的關係 可能我覺得這個酒 就未必是可以 突出到那個 蛋和橙燒的程度 但是呢 本身這個酒已經很新鮮 也很想吃多點東西 所以我覺得呢 一個龍一個淡 這樣 混合都是 平衡的 好了 那我吃完這個飯盒 其實呢 吃這個飯盒 真的五分鐘都不用了 很多同事都說 嘩 這麼快吃完了 真的這麼快吃完了 因為這個飯盒真的很小 還有呢 那些飯呢 真的有點硬了 我覺得 在堂吃呢 在現場吃呢 是真的好很多的 變成一個飯盒之後呢 我覺得蛋又沒有滑 那些飯又硬了 那唯一可取呢 就是它那個醬油汁 說真的 它真的是秘製的 就是它是調過醬油汁 不是普通醬油來的 是比較甜一點的 還有厚一點的 加進去之後呢 就更好 如果它沒有醬油 如果它沒有醬油 就說真的 我這個飯盒也沒有醬油 因為真的很硬 所以呢 這個呢 我覺得呢 我不鼓勵大家 叫飯盒 你去 現場吃呢 我覺得都可取的 不過呢 整個份量都是小 還有呢 就算是現場吃 有時候都是不夠飽的 不過呢 這個飯盒呢 我只能夠給它 分 它又不是難吃的 它只是一個份量小 還有呢 就 一些飯硬 還有呢 就是它 如果呢 再熱一點的時候 去吃 可能會好一點的 所以呢 這次呢 就僅僅合格 這個飯盒 還有呢 配這個酒呢 我就覺得 我反而喜歡這個酒多一點 因為呢 這個酒呢 真的很想 令到你吃多一點東西 更有食用 所以呢 我現在呢 可能要呢 立即去買多個飯盒來吃 因為呢 真的不夠飽的 那麼呢 大家呢 如果再想看我的 這個不同的節目 包括了我們的 unboxing 以及我們的 finedining 還有另外 還有很多節目 例如街頭酒吧王 等等 記得呢 subscribe我們這個 youtube的channel 還有呢 也可以呢 按一下那個 鈴鈴 就會有 notification 通知你有新片 就出現了 還有呢 也可以like我們的 fanpage 就是WINELUX Magazine 和tasteTV 希望大家也喜歡我們的節目 希望大家也喜歡我們的節目